中美房地产高峰论坛 今天在洛杉矶举行 邀请中美双方房地产业代表 就投资环境 以及房地产相关议题展开研讨 会中并且针对中美两地 极具变动的房地产政策 以及展望提供交流的平台 希望促成中国 及美国双边庞大的房地产市场 透过更深的相互了解 达到更紧密的结合 中美房地产高峰论坛 是由全美亚裔房地产协会 以及中国房地产协会合办 继首届与北京举办之后 今年仪式洛杉矶 透过连接中美双方的专业人士 让双方的房地产投资者 有交流的平台 能对房地产走势 以及双方国情有更好的认识 据主办单位表示 近几年的中美两地房地产投资 有往二三线城市移动的趋势 你也可以看到 他现在到这个Detroit 到Miami 到这个比较稍微 二线一点的城市去了 那么在中国那边 我们也是往了三线四线的城市去发展 主办单位表示 除了加州洛杉矶之外 工商业发达的德州休斯顿 也吸引了相当多中国投资者的关注 在过去几年 房地产已经增值了两成以上 平均每个月都有数万人移居到当地 不但在税务制度上 对企业发展极具吸引力 对于房地产投资客 也有相当多的利多条件 因为现在休斯顿跟北京有每天的直航 那这个就引来了很多投资的客人 那另外呢 在这个学区方面 因为德州的这个周税里面 涵过了学区税 所以它的公共学校都非常的好 那这也造成很多人 现在搬到休斯顿的原因 高峰论坛专题主讲人 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常委的刘志峰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政府的立场是鼓励企业 到海外开发市场进行投资 但投资决策必须由企业经过审慎评估 才能做出对企业最有利的决定 不管什么政策 它作为说比较风险 它有利口毒才能干 没有利口毒它不会干 高峰论坛除了提出房产投资的 战略性政策研讨 国际买家在融资方面的选择 养生养老地产的趋势说明 另外也安排了绿色建筑材料的议程 期望让中美双方的房产开发 也能走向环保的新格局